加入大附羅盤籌碼動人 唯一官方帳號 只要一步驟輕鬆踏入股盤 有操作的方法就有獲利的能力 就有下一支 籌碼動足先機動人掌握極限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 大呼羅盤的盤後午前半視頻 好我們實際來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96點 歐利西上漲0.77點 同學今天大盤跟歐利西都是漲的 那昨天美股基本上道雄它是 最後是有稍微盤沒錯 不過呢科技股這地方還是漲 那我相信在前幾天我們就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盤喔其實它對後面的方向 它已經給了比較明確的指示 就是這個地方就是你偏多看 雖然說這禮拜的變數很多 那變數其實在 昨天晚上基本上也說到目前為止 都全部結束了 那結束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喔 這是聯準會最新的點證圖 其實他昨天喔為什麼道雄會 撒尾盤 其實他講的很陰派你知道嗎 他講的很陰派 但是你不要被這個陰派嚇到 因為市場不太理他 沒聲在插味啦 你看這部分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利率喔 他還要再升兩次對不對 你現在是5到5.25的嘛 再升兩次的話等一下 再升一次的話就是到5.5嘛 所以再升兩次的話就是5.75嘛 你還再升兩次他說的很陰派喔 其實他也要說的很陰派你知道嗎 因為喔 股市太強了啦 股市太強了 股市漲喔 可支配所得增加 可支配所得增加你就會買東西 買東西通膨就下不來 所以他一定會講的陰派 但會講的陰派的話 你市場上是有解讀說 啊這個地方我一定要怎麼樣 喔那個喔 要升息的所以呢 所以喔 那個股市會跌 相信其實只有大雄在跌而已 其他科技不用不理他嘛 而且呢 而且如果說你看看另外的東西喔 你從那個FED的那個FED Watch來看喔 7月喔 現在比較主流的預期啦 7月可能再升一次啦 再升一次就是5到5.25嘛對不對 但如果說你看到12月就是今年年底 連累會說要升兩次嘛 但如果說你看到年底的話 年底的話現在的主流預期還是怎麼樣 還是5.25到5.5 也就是說什麼 就算你7月還要再升的話啦 就算你7月還要再升啦 其實怎麼樣 其實也就最後一次 就市場上沒在插你講是不是升兩次啊 市場上只認為說 7月頂多再升一次 再升一次怎麼樣 再升一次就沒有了啦 所以你講你的市場做自己的啦 然後呢科技股第一棒喔 科技股還是一樣在漲 因為科技股怎麼樣 同學其實股票市場喔 不是說什麼看什麼EPS那些 那些是參考沒有錯 但是呢股票市場真的會漲 主要是漲 後面的預期喔 後面的預期 大家預期後面會好喔 AI什麼Trade GPT AI這種東西 基本上會改變整個產業 現在大家市場上已經預期會好喔 所以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那個都要不太下來 代表現在就要了啦 甚至你看這個聯準會的十年級公仔 他都說要升兩馬 他都還要再說升兩馬了 對再升兩次 然後可能一次一馬 結果呢這個公仔沒有上去耶 公仔資訊沒有上去 你知道嗎 公仔資訊是沒有上去的 所以就是聯準會的講你的 市場上桌子 市場上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個人認為還是一樣 平行看到可以的 目前這個盤 其實他已經告訴你方向了 不是嗎 告訴你方向了 連這個東西出來 之前這個東西出來了 可能要跌好幾百點耶 對不對 結果現在這個 啊!有點有囉 沒有在接 繼續有 所以這個怎麼樣 你看這個OTC OTC就一直漲 OTC就是內資跟公有控盤 大盤呢外資跟公有控盤 所以外資跟內資基本上怎麼樣 外資跟內資基本上都是偏多看 當然這個指數 能漲最好不漲也無所謂啦 反正怎麼樣 反正天天都有提財股在維系人氣 不是嗎 昨天是什麼 昨天飛機嘛 今天飛機有去起來 今天換什麼 今天換重電 但每天都有一兩組在那邊 輪來輪去 然後呢 然後就是讓你覺得 哇這個盤好棒 好嗨 對不對 所以就是評多看 當然盤面的主軸 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你整個主軸 還是一樣在哪裡 在AI的部分 我相信我們跟大家提過很久了 就是這個晶片的部分 晶片嘛伺服器機櫃 伺服器機櫃誰做的 晴晨做的 晴晨又創新高了 反正怎麼弄都是這些 應該沒錯 怎麼弄都是這些 所以除非這一組 這一組真的是漲到 其實很多都快到法蘭圈的目標區了 除非這一組真的是 他真的開始做投資 開始高檔整理 不然很多股票 就是很多那種其他股票 他可能頂多就是表現一下而已啦 好不好 所以我認為這一組 你還是要繼續看下去 因為這個月怎麼樣 這個月都法蘭作章月嘛 今天6月15號嘛 接下來應該是會比較火熱啦 可能有些人會落跑啦 偷落跑啦 但是無所謂啦 方向隊的趨勢隊的落跑完之後 他還是會在買嘛 那你從5月開始都是什麼 這個黃框就是投信了嘛 投信 一堆啊 就是一大堆 整堆啦 全部都是什麼 都是屬於AI相關的 所以我認為像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這邊喔 就吸引人氣 吸引人 就是持續維繫人氣啊 就盤面上的結構 就是他每天都有 股票在維繫人氣 那維繫人氣再來就是 那你要怎麼賺錢嘛 對不對 你是要怎麼賺錢嘛 就是 比如說啦 我們跟大家提供CoVas嘛 對不對 就是台語電現在的 現在最 比較夯的話題 但CoVas的部分喔 你說這個地方喔 真的什麼 益住很多營收 真的沒有益住很多營收 像新的部分 營收只益住4到6%而已 明年的事情 營收益住4到6% 獲利才貢獻 到1%啦 可能就1%而已啊 算1%好不好 營收4到6% 真的獲利就1%嘛 但是欸為什麼長班呢 因為其實 其實就是你看他的合約負債 合約負債一路往上走嘛 所以他主要賺錢的是他的 IGBT的記憶台 出給中國這邊的喔 所以其實不是說什麼這一塊 這一塊話題很好 但是話題很好 對於營收公司來說 它是什麼 只是加分的效果 那加分效果我們是否跟大家說到 欸如果說是星雲 星雲我相信你也買不下去啦 Call你一買你也不敢買了不是嗎 但這個應該可以買吧 這個是不是可以買 對一樣啊 他的那個合約負債的部分 合約負債一路一樣是 怎麼樣而已 一樣是一路往上衝 一樣慢慢往上爬 那麼往上爬的話 就 股價就往上走嘛 今天怎麼樣啊 今天還是往上走 就是 像這部分就是股價是 這個是月線啦 就持續的往上走 但這個量能稍微小一點啦 就是 我請貫特學員去去買喔 他的量能其實沒有很大 好不好 所以像這部分就是 欸他是OK的 沒什麼問題 然後呢去年賺11塊是 寒息7塊 今年看這個狀況來說 今年應該是13塊 明年15塊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你用明年本益比來算 現在都用明年本益比啦 明年再看今年啦 今年沒人在撒起來啦 不然我你情成低劑才零不到一塊 0.8而已 股價漲翻了 就是大家已經不管 第一劑第二劑了 都看後面了 好不好 所以像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持續都往上攻 我認為這個是反正就是 就 趨勢沒變喔 就續爆了對不對 然後跟大家提到比較久的優群 優群優群也沒什麼問題啦 沒什麼問題 反正就是洗嘛 長多了會洗嘛 在天上啊 120對不對 到130 那邊稍微洗一下 我認為洗也很正常啦 反正後面營收怎麼樣 他如果沒下去後面營收 他這個月怎麼樣 他現在開始不是只有什麼AI 不是有什麼AI伺服器 他還有什麼 這個蘋果嘛對不對 蘋果的手機嘛 蘋果手機Meta嘛 所以呢 所以一路出貨到12號代表什麼 代表第二劑第三劑的營收 基本上都 都不錯嘛 然後第三劑明顯又有第二劑嘛 所以呢 所以有可能就怎麼樣 是記記好的公司 那記記好的公司 啊投資 投資才來買嘛 幹不是 沒錯吧 反正我們就是怎麼樣 有拉高 有拉高就 有拉高就賺錢嘛 他說賺錢 反正就是 短線上 猛窮啦 維持 盡量維持每天 不要說每天啊 盡量維持常常常有獲利的感覺 好不好 然後跟蘋果有關係的 跟蘋果跟AR有關係的 台灣店嘛 台灣店那時候 6月8的時候還要230 現在多少 現在多少 219了嘛 然後呢 再來什麼 中砂跟聖陽辦嘛 中砂 這個中砂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 就是有低檔落後補漲 同學我跟你講說 這個盤是怎樣 安全了對不對 不能說安全啊 這個盤你偏多看 因為怎麼樣 你高檔的在衝 低檔的也在補漲 是不是這樣呢 不是說什麼高檔一直衝人 那你都不敢追 然後低檔全部都沒動 低檔有在動啊 對 就是你怎麼選而已嘛 那我們前天跟他說中砂 中砂生陽辦嘛 這兩個自己掛的啦 那剛好怎麼樣 剛好在6月13號就前天的時候啦 前天啊 前天我們的一直賺 說嘛 阿中砂 阿幹不是 阿中砂阿中砂 你6月13號看到一直賺 你沒辦法做嘛 因為這收盤的事情啊 你只能做 只能6月14號做嘛 那6月14號就昨天啊 對 昨天掉下來 掉下來 盤下去買 你知道嗎 阿 同學 盤面上短線課很多 應該沒錯嘛 短線課他還是做短線的 就做短線的 他們賺一點價他都跑掉了 那真的他們砍喔 一砍下來就是都會跳水 所以呢 所以像這種就是怎麼樣 你這種紅K出來喔 尤其是那種會漲停板 其他那個幾乎都是短線課跳進去的 那短線跳進去 如果說他隔天要出的話 隔天要出 隔天要出 如果說你看到那個籌碼 很多短線課 很多短線課他隔天會出嘛 隔天會出的話 剛好就一出就掉下去 因為 大咖一定先出啦 其他的呢 其他可能一些短的 就看到 怎麼有掉下來的跟著出 就殺死了殺死了 我來行 稍微行一下 昨天有收129 今天怎麼樣 今天一開又拉上去 拉上去 先破例減碼半數部位嘛 又賺錢了嘛 128 134 這一定出的掉 因為怎麼樣 因為啪又拉起來 成名又拉到135 好不好 這一定出的到啦 好不好 所以就是在短線做個加差 盡量維持一個 獲利的手感 同學 我們來股票市場 是來賺錢的 應該沒錯對不對 我是來賺錢的 就像打麻將一樣啦 我會搞得好了啦 你聽我的意思嗎 我拍拍球 我能扶牌就好了 你管我是不是扶什麼 大三元大四席 什麼碰碰扶 那些都不重要 我可以扶牌就好了 我可以贏錢就好了 我來市場就是贏錢的 我不是來跟你說 你看這股票 我買最低賣最高 你看好大的波段 就算賺了100% 你會賺到幾% 我說真的 很多人賺個3%5% 照跟他背了 都沒什麼事 所以與其你在那邊 衝來衝去 倒不如我帶你衝 然後賺點小錢 然後再換新的 用同樣方式再去copy 同樣方式是昨天的 昨天一直賺6月14號 6月14號 昨天我們選到 華航常華航都搶了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我說哪一支 哪一支你可以留意 好像是那個阿龍嘛 什麼阿龍 阿龍 應該沒錯吧 我還說一個故事 也不能說故事啦 我是不是說月底 沒錯啊 索馬學員 如果說能看節目的話 我是不是說月底 月底有人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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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人會去 那有人會去就有了 那有有了 恭喜你嘛 恭喜你啊 又賺錢了 如果說你有買的話 就恭喜你嘛 那這個地方你也不用追了啦 我相信我們昨天在看那個 籌碼的時候要法的目標 旁邊都有法的目標嘛 看法的目標就那邊啦 所以 剩餘尾巴 好不好 剩餘尾巴你也不用在那邊 阿 夏老師這個 我明天在追 哇剩餘尾巴 對這個應該就 就給別人賺了啦 好不好 如果剩餘尾巴就給別人賺了 反正就是 你有方法的話 你可以一直重複下去 其實我認為方法 可以一直重複下去 這是比較重要的 你懂我事嗎 就是你在市場裡面你想要賺錢 但是呢 你要怎麼賺 你想把錢從別人的口袋 然後你的口袋 你要有一套方法 而且這個方法怎麼樣 它是可以複製的 就是它可以複製 它才你還可以穩定 對 多賺少賠嘛 對 應該沒錯嘛 你說百分之百賺 說老世界請你百分之百賺 沒那麼厲害啦 百分之百賺 我就抓地包啊 我就跟你分析解盤 你也比較好耶 不可能百分之百賺 但是呢 但是如果說你勝率有八成 八成以上 或是說八成左右 其實就 就可以了啦 你懂我事嗎 就是有賺有賠 有賺有賠 但是賺的部分比較多 對 然後呢 你有方式可以像你重複下去的話 其實股票市場 你會覺得它很可愛 好不好 然後這個祝龍是叫你追高的嗎 你說長榮華昂 對這個啊老是這個不敢買 不敢買 我當然知道很多不敢買 因為噴上去了嘛 不敢買 那這個不是盤很久 忽然拉一根 昨天頭本比第一名 不是阿龍 那不是 應該沒錯吧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充電莊的部分 那充電莊這個 這個我們有出位辦 來跟大家做報告 然後 欸亮縮拉回到實現 亮縮拉回到實現 亮縮拉回到實現 這個投信的 它買盤沒有刪 沒錯啊 亮縮拉回到實現 投信買盤沒有刪 其實它還是怎麼樣 它還是比較受惠的公司 我認為像這個安全的也是 你可以留意 當然就特定的部分一樣 特定部分我們前天也跟大家說 是不是有低檔撈起來的 你說那掌追 做那個追高的不敢做 低檔撈起來 當然低檔撈起來的 昨天什麼樣 如果說以這兩次來看的話 當然比較強勢心疼 前天的時候紅黑棒 昨天那黑黑棒栽下去 黑棒栽下去 是不是剩一條 剩一條 啊今天全部長起來了 很奇怪對不對 沒有為什麼啦 就短線課出掉而已啦 就這樣子啦 紅黑拉起來 這個就跟我們剛剛講那個 什麼 中砂三養半一樣啦 紅黑拉起來 隔天短線課 全部都讓槓是怎樣 讓槓 走去追飛機啊 這很明顯啊 不是這樣子嗎 對紅黑的時候趕快追 對 然後隔天看一看 欸 好像又不強了 換飛機強趕快出掉 追飛機 短線課都這樣做的嘛 所以他們都追強 追強的話就是賺價差嘛 所以呢他們也是一樣啊 有賺錢就好 誰管他是不是撥斷啊 敢不敢就是這樣 誰管他是不是撥斷 我就有賺錢就好了 你說這我就買這 不說我就出條 換了飛機 飛機也賺錢 今天一開高對不對 全部都賺錢 華航又漲平板 應該沒錯嘛 所以呢 所以像這個短線課出掉 結果今天又撈起來 所以呢 所以又開始了吧 但是如果說 以這兩次來看喔 其實 我們剛剛講 新唐比較強嘛 但新唐他這個還壓在季線 我個人認為喔 如果說有辦法洗過季線之上 他股價才會轉強 才會比較轉強 但如果說像這部分 他今年還是 含息7塊嘛 應該沒錯吧 他現在130幾塊 他配7塊 配7塊 其實直率還是5%以上 還是5%以上 所以呢 所以我認為像這個部分就是 觀察出他配完席之後 是不是怎麼樣 有機會喔 弄一弄再把 再把這個線型 拉回到極限制上 會比較漂亮一點喔 會比較漂亮啦 好不好 好啦最後看一下這個 這我們昨天跟大家提的 這次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什麼 他也不是那種什麼 漲很多的啦 就是慢慢推慢慢推 慢慢推啦 慢慢推啦 推推推推推 今天有創一點新高 創個新高 我認為像這個股票就是你可以留意的 因為 同學你去看喔 像這個股票 如果說你去看它那個營收的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 第一季大家都很差 第一季電子股都很差 打對方賺0.7也很差 但你看到第二季 如果說你參考去年 去年它的營收的話 你有沒有發覺 它只要單季接近21 單季營收接近21的話 就會怎麼樣 單季的EPS就是2塊左右 對不對 應該沒錯 你可以出去看嘛 如果說你知道它誰的話 你就去看嘛 就單季只要營收21左右 基本上那一季就是2塊以上 那它第一季 第一季0.4 第二季如果算是2塊的話 這個季成長是多少 同學 季成長是5倍 季成長5倍 沒錯吧 第一季才0.幾而已 大家都0.幾 就像情城一樣嘛 第一季不是0.8 第一季0.4 但是第二季呢 第二季單季 如果目前來看 應該單季20億以上 應該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可能就2塊 那2塊的話 季成長就很大嘛 那公司的目標是 今年是90億耶 你知道嗎 今年的營收公司是 估90億 90億的話 90億那你下半年 不就去那季 應該沒錯吧 你下半年你就去那季嘛 就是你第二季單季20億嘛 可能會超過啦 如果超過20億的話 EPS就更高 那如果說你這樣的話 公司今年目標90億 那下半年就不會停 就衝掉了 就會更高嘛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 投資怎麼跑來買 他當然知道 他當然知道說 就下半年 就今年如果說是90億的話 第二季 第二季可能20幾億 下半年了 下半年就更高 所以呢所以變積極高 所以呢 所以積極高 成長公司 不然快要買 所以基本上就差不多這個樣子 好不好 所以就是 你心裡面要到底啦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該怎麼做 就是說有時候股票震盪 你就不會怕 好不好 我們做個簡單的結論 就這個盤來講 其實盤 盤名號什麼都好說的啊 要不然就震盪 要不然就往上漲 那不是 你贏小地板 你也賺錢耶 不是嗎 這個地方就會 他就多方了 我跟你說這個地方會往下掉 這空頭你信嗎 沒人信嗎 這個地方就多頭 我就多方 只是怎麼操作而已 那怎麼操作的話 現在我在跟大家提的是什麼 就是你怎麼 把有機會漲的股票找出來了 有操作方法 就有獲利呢 就下一次 好不好 當然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要各位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 先機動能漲 我是顯著 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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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